對,商品相關的 山東黃金 有個朋友問 現在的局勢山東黃金值不值得吸納呢? 先看看吧 山東黃金 1787 對,1787 你看到近期的金價升 但其實它的走勢相對外債一點 很簡單 你看到它的股價去年在11月中 上了15個多 但是看到了 近期的金價都開始上去去年那些高位 但是它的股價 相對還是在十三個多、十四元左右 換言之 其實大家就覺得就算金價升 它的股價不是完全受惠得到的 原因是什麼呢? 就看到它之前又出了刑警 以及去年你只看頭三個月的驗跡 都是相當之差的 金價都在高位 但是在頭九個月呢 都要虧錢虧了十幾億的 反映回公司本身有很多問題 譬如它有很多礦場呢 都有些產能的問題 生產受到的影響 或者成本控制也不是太理想 所以我也經常說 就算你看到金價 你買金礦股都要很小心選擇 如果你說選擇一間公司本身的生產有問題 或者管理的營運是有問題的話呢 就算金價升它未必能跟到的 當中的三東黃金就是這個例子 所以這隻股份我覺得 也不是太適宜去到 買太多 以及我剛剛提到 如果短期的金價有機會再回套的話呢 它的股價還有機會會比較跑輸一點